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容易会有短延时强壮雨出现 今天基隆北海岸以及整个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 同时还要注意累击以及强震风 因此再次提醒外出记得攜带雨具 在山区活动的话要注意安全 来看到这礼拜的天气走势了 礼拜四到礼拜六的期间 台湾附近的水气还是持续的增加 迎风面的天气仍然不是很稳定 尤其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 还有在恒陈半岛都会有短暂震雨出现 其他地区为多云稻景 午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类似的天气形态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六 礼拜六下半天一直到下周一 北方就有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了 虽然这一波的冷空气强度仍然不强 不过预计在东北部的高温 可能就会降到28到29度之间 算是跟过去几天相比起来比较舒适的温度 天气方面因为环境的水气还是比较多的 持续是多云或者阴偶有短暂震雨的天气形态 而在中南部的影响比较大 高温略降1到2度之间 仍然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震雨出现 最后来看到小丁宁 提醒大家今天水气稍微的增加 阴风面地区北部东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震雨出现 中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震外出记得带伞 另外就是今天依旧高温炎热 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李亦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